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静闻节目 中共新任党魁习近平上任后 多次发表强硬的反腐言论 在老虎苍蝇到底指谁 还在让各界猜测不已时 一向不按牌里出牌的中共又出怪招 把新闻记者变成中纪委的特工 据海外的多维新闻网透露 有媒体已经接到指示 开始为中纪委四处卧底 意图挖掘金融领域的反腐黑幕 官方喉舌新华社各地记者 也紧急成立反腐先锋队 驻中纪委一臂之力 报道引述北京知情人士的话说 以财经杂志牵头的大陆财经类媒体 不仅按照官方指示 加入到反腐行列中来 还以中纪委卧底的身份 肩负着急先锋的重任 不过在大陆调查记者 因为揭发黑幕而屡遭打压的背景下 这次记者作为官方莫底 将来命运如何 还有待观察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 最近作出决定 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著名维权律师高智盛 将成为捍卫自由项目的 第一位重要人选 委员会主席著名人权议员弗兰克沃夫 已经亲自写信给高智盛 他在信中说 在你个人安全和健康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候 你的信念和你对正义的追求都鼓舞着人们 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一样 注定是要被人民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那天到来的时候 你的名字将列入 以勇气激励整个国家的异议人士之中 另外据法新社报道 目前流亡美国的高智盛妻子耿和 1月23日也通过记者向美国领事馆以及国际组织呼吁 希望他们争取去新疆监狱探望高智盛 证实他的真实情况 并且希望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使高智盛尽早获得自由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1月23日台资富士康公司河南郑州厂区的大批工人 在厂区附近的航空保税区堵路 抗议公司欠薪以及大幅裁员 现场由警察维持秩序 工人堵塞了保税区的海关入口 并且拉起携友 富士康还我血汗钱的大横幅 不让车辆通过 报道说员工透露 由于代工产品苹果5手机销量不好 近期公司大规模裁员4、5万人 一些员工甚至因为身份证上的照片 与本人不像而被辞退 下面请您收看时事经文